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俄烏開戰美國是不斷的怎麼樣 想把中國大陸給拖下去 但是您覺得美國有成功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寫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首先聚焦的是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它要發表評論指出來說 美國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一方面在應對俄羅斯 這個歷史性的冷戰老對手的時候 一方面還要冒著 跟中國大陸這個新興強大對手 公開衝突的風險 那拜登跟習主席的一個對話 很顯示說 美國想要取得跟中國大陸的默契 但是大陸在獨立自主的判斷之下 在烏克蘭的危機當中 保持很微妙的平衡 意思就是 拜登想要阻止中俄的聯手 恐怕難以奏效 CNN還有評論說 北京現在尋求的是一個要建立 外交中當中怎麼樣 一個所謂中間地帶 避免去批評到了普丁的同時 也要力求避免跟美國還有歐盟走向一條不歸路 那儘管如此我們來看到 在拜託拜登跟習主席通話之前 像是美國有非常多人出來一些警告 像是布林肯拿跟蘇利文等等的 都是警告中國大陸 而且非常之嚴厲 但是來看到呢 習主席在外交政策方面 他採取的是越來越的民族主義的基調 所以CNN說他不會去屈服於美國的壓力 但也會力圖要保持大陸選擇的開放性 避免超出了自身利益的範疇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在外交領域上 被說都不是挨打的 其實反而是化被動為主動 讓全世界也看到 中國大陸在面對你美國的施壓的時候 也展現出一定的靈活度 還有掌握的話語權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方式呢 18號的時候 習主席他其實是應約跟拜登舉行的視訊會台 新華社他非常的快速 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公布了拜登他說的所謂的四不一無意 最關鍵的就是說 拜登你可是說不支持台獨的 那同一天18號 就來看到呢大陸駐美大使 秦剛啊 其實呢就到了美國國務院拜會了副國務卿宣門 然後秦剛會後的時候也說 我們這兩次這一次的會晤 就是延續呢 拜登跟習近平主席的通話 就雙方達成的共識進一步來討論 如何加強對話跟溝通 他呼籲你美國呢 應該要正確處理台灣問題 停止支持台獨 等於就是拜登說的不支持台獨 秦剛馬上就跟國務院 再次跟你劃下了反台獨的紅線 好這18號的戲碼 19號的時候就來看到 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 在一場論壇當中就說 西方啊你現在對俄羅斯的制裁越來越離譜了 竟然把以前的全球化當成了所謂的武器呀 比如說體育文化藝術到藝人界的人士 你通通都不放過 貓啊樹啊俄羅斯的貓跟樹都被制裁了 而且呢他們的公民海外資產也被無端的剝削 那隨後來看到這19號嘛 20號重頭戲來了 大陸駐美大使秦剛就接受了美國CBS王牌主持人的一個專訪啊 那另外呢其實呢他也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並沒有向俄羅斯提供入侵烏克蘭所使用的武器 同一天呢20號 大陸外長王毅也就烏克蘭局勢闡立場的時候 他特別強調說 處理國際問題的時候不是只有戰爭跟制裁兩種選擇 不應該呢強迫選邊站隊 大陸在聯合國就這個問題投棄選票是很負責任的態度 短短三天 中國大陸化被動為主動 見招拆招 大陸駐美大使秦剛20號 接受美國CBS節目面對全國訪談 向美國觀眾介紹拜登與習近平通話情況 但根據媒體報導秦剛疑似遭到無理待遇 短短9分鐘訪談被主持人打斷多達23次 話題開始主持人就問秦剛大陸是否有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資金 秦剛反擊說這是虛假訊息 接著主持人追問說北京不會這樣做嗎 秦剛強調大陸提供的是食物稅待 並提到國際和平談判的努力 主持人再度打斷整場訪問不斷打斷 相比同一天節目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與烏克蘭駐美大使接受訪問 打斷次數都是零 大陸媒體批評根本就是針對秦剛 我們不接受任何外來的脅迫和壓力 事實上恶物衝突面對西方質疑 從習近平與拜登18號通話後 連續三天大陸外交體系反擊西方媒體所報導 如秦剛指稱的假訊息 喜拜通話後大陸派出秦剛接力與雪曼舉行會晤 秦剛呼籲中美就兩位元首達成的共識 進一步討論對話與溝通 大陸外交副部長樂玉成 19號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也再度介紹 喜拜視訊情況並暗批大國怕捲入衝突 因此對小國開空投支票 讓小國成了馬前卒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0號在記者會上 六問歐洲媒體反擊美方作賊心虛 而無衝突儘管在歐洲上演 但無疑已經成為美中角力的另一戰場 這真的是很大的對比嗎 比如說大陸是忙著外交斡旋 但相反的看到呢 美國總統拜登同樣20號他選擇是騎單車的方式 來進行休閒跟度假 拜登夫妻是在家鄉來看到的是 德拉瓦州度過的週末 他和第一夫人吉爾騎自行車兜風 而且根據白宮表示來看到 拜登除了在美東時間週三的時候會飛抵布魯塞爾 跟北約的領袖商討烏克蘭戰爭的狀況 而且呢也決定會前往波蘭的首都華沙 討論人道救援議題 不過白宮也表示拜登是不會前往烏克蘭首都基辅 跟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來進行會晤 相較於拜登去放假去了 但是大陸外交戰可以說是佈局非常之深 我們來看到大陸國務委員間外長王毅的時候 來看到20號他接見的是阿爾吉利亞的外長之後 他呢會後針對記者在回應很多的議題 尤其是歐美繼續加大對俄羅斯制裁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特別還有提到說跟多國的外長交換意見呢 比如說在聯合國大會討論烏克蘭局勢的時候 中國大陸呢跟阿這個地方雙方中阿雙方 還有很多國家都投了棄權票 他強調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棄權票呢 他提到說棄權票也是一種態度 是為了呢給和平一個機會 是不贊成用戰爭跟制裁來解決爭端的 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他也意有所指的說時間會證明什麼 時間會證明中方的主張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 這句話就是間接反批了布林肯之前 特別說大陸是站在歷史錯誤的這一邊 那王毅就說大陸跟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 立場都一樣的 它歸納成四點 第一點呢包括什麼呢 大家都普遍認為 處理國際地區熱點的問題 不是只有戰爭跟制裁這兩種選擇而已 而且呢對話談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第二點來提到 不斷升級的單邊制裁 就會造成了全球產業供應鏈的斷裂 其實美國也深受其害 不要以為你不會受到影響的 它也說會導致各國的民眾生活受到衝擊 各國人民 並沒有責任為地緣衝突 還有大國博弈來埋單 第二點 第三點是各國都有 權怎麼樣呢 獨立自主 決定自身對外的政策 不應該被你這種美國給搶邊站嘛 被選邊站 強迫選邊站隊 那處理很複雜的問題 不應該採取是非敵即有 非黑即白的簡單化做法 尤其是要抵制冷戰的思維 反對陣營的對抗 第四點他提到說大家的共識就是 各國的主權 獨立啦 還有領土的完整 任何時候都應該得到尊重 不應當有所謂的例外 更不能搞雙重標準 您認同王毅他的說法嗎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其實不只是王毅來看到大陸駐美大使秦剛 同樣也是在20號 他接受了美國CBS王牌節目 Fast the Nation的直播的訪談 那向美國人來介紹說 像是18號中美援手通話的過程 跟闡述了美國老百姓最關心的議題 也就是中國大陸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 由於其實秦剛上任多次 很多次都接受美國主流媒體的訪問 但是屢次都被說 要不是就沒見報 要嘛就是斷章取義 現在他乾脆直接的怎麼樣呢 上直播 直球對決了 他講話內容就不會被剪輯 或者是過濾了吧 但是在這個訪談當中就被說 從主持人提問發現 還是有感受到美國立場 好像有一些預設立場嗎 光是這9分鐘的談話 就被打斷了23次 但是針對主持人有訣問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還不對 俄羅斯予以譴責的時候 秦剛他講了一個關鍵的話 他霸氣的回應說 你不要天真了 你以為譴責就能解決問題嗎 您覺得秦剛有道理嗎 我們也來一起聊聊 來看到這個是布倫南 他其實有被問到說 拜登總統有去要求 北京不要對俄羅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你是否打算繼續 向俄羅斯總統提供生命線呢 秦剛就開始說 中國大陸的立場非常的明確 也就是主張和平反對戰爭 大陸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我們不願意看到烏克蘭局勢 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我們呼籲立即停火 我們正在促進和談 我們正在運送人道主義的援助 主持人對此就打斷了一次 問說 那你們會向俄羅斯提供資金還有武器嗎 秦剛接著就說 關於大陸提供俄羅斯武器的援助 就是虛假的訊息 我們拒絕 但他還沒說完 就先被打斷了第二次了 那是怎麼說的呢 那我們來聽聽看秦剛是怎麼回應的 好 另外主持人也问说 你们不会这样做 那北京又说不会吗 就秦刚他又特别说 大陆正在给乌克兰提供的是 援助物资 比如说食物 药物 睡袋 奶粉等等的 结果主持人又在打断 打断了第三次 不过失败了 因为秦刚接着说 我们并不是提供 任何一方的武器跟弹药 我们反对就是战争 正如我所说的 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 缓和危机 接着我们来看到 布伦南这个主持人 他就接着在问 问了说什么呢 说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 比如说莫斯科跟北京 只会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走得更近吗 他是对的吗 那秦刚就特别说 中俄的关系是怎么样 中俄的是信任的关系 是通过了很多年的建立 这是通过很多 许多问题所建立的 他也提到说 你也知道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其实有一条长达四千多公里的边界线 这个时候主持人又打断了第四次 但是失败了 秦刚接着说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跟俄罗斯的信任关系 给了我们很独立的一个位置 接着又被打断第五次 秦刚继续说 在国际和平的谈判努力当中 接着又被打断到第六次了 接着又他说 这就是白宫所说的你们处于有如此有权力的位置的时候 秦刚都还没有解释 接着就被打断了第七次 就主持人又再开始问说 那你们现在可以怎么样 拿着电话打给俄罗斯的领导人 告诉他停止入侵了吗 你们要谴责俄罗斯吗 结果就看到秦刚回说 实际上俄罗斯进行军事行动第二天 其实双方的领导人就已经进行了会谈 而且主持人这个时候又在打断他第八次 那他说 那是你们所谓最后一次通话了吗 秦刚又说 中国大陆有要求普丁要考虑跟乌克兰恢复和谈 普丁总统也听了 我们看到说和谈已经进行到第四轮了不是吗 那请让我接着讲 中俄的关系是很信任的关系 并不是负债而是国际和平解决危机当中的资产 中国大陆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你接着 没想到主持人又打断了 打断了第九次 主持人说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意思是北京不会给穆斯科提供财政支持 来延长战争吗 那秦刚就开始回说 中俄是有很正常的金融 经贸以及能源的合作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但是才没讲完 又被打断到第十次了 结果呢 这个主持人又说 所以他并没有改变 你们关系并没有变嘛 那秦刚就回说 这些都是主权国家之间正常的事物嘛 那不伦南 他其实又打断了到第十一次 但是失败 秦刚就继续说 其实基于说所谓的国际秩序啦 还有法律 包括WTO的规范 你知道吗 等等的 接着又打断了第十二次 那主持人说 让我们来谈谈国际法好了 四天前的时候 国际法院的命令 俄罗斯停止军事的行动 大陆你是投弃全票的 投票结果是13比2 唯一站在俄罗斯旁边的国家 就是你中国大陆 听起来 你们就是在纵容 不是在谴责 秦刚就回说 中国大陆根据的是 是行的是非的取直 而且做出独立的观察跟结论 一方面怎么样 我们是坚持的 另外光是这个九分钟 你就可以看到 刚刚我只讲的 这前面几个被打断 九分钟 其实秦刚就被打断了23次 但是秦刚继续断断续续的 说出几个重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 敦促立即停火 谴责是没有帮助 就是说你天真吗 另外他还说 我们需要的是智慧 需要的是勇气 我们需要良好的外交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良好的关系 也跟乌克兰有良好的关系 大陆现在跟美国跟欧洲 是保持密切的沟通 这样子中国大陆 可以在危机当中 跟各方来接触 所以中国大陆 应该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 对美国人的这种主持 访问方式您认同吗 我们也来聊天室 一起互动一下 的确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秦刚遭受到美国的 CBS主持人九分钟 打断了23次被打断的 相反的来看到 同样也是CBS的节目 同样的主持人 去访问美国股房部长奥斯蒂 第一时间 这个来看到 大家都会拿来做比较 时间也差不多是9分钟 但是他问了11个问题 那但是奥斯蒂 被打断的次数是多少呢 告诉你是0次 让他畅所欲言 奥斯蒂就被提到说 俄罗斯连续两天 动用了超高音速的飞弹 但他说这并不会改变 游戏规则 奥斯蒂更痛批 普丁总统的做法 令人觉得恶心 Again I believe that he's taking these kinds of steps because as was described earlier his campaign is stalled he's not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goals as rapidly that he wants to achieve as rapidly as he wants to achieve them and so he's resorting to types of tactics that we see on display every day and again this is really disgusting 好 其实美国认为 这个俄军两天内 两度动用的超高音速 其实不会改变规则的 那但是您觉得美国 是真心话吗 还是美国自己也担心 自己会跟俄罗斯 正面开战呢 我们来聊天室 一起互动 搜救人员在瓦力堆中 寻找生还者 CM报道指出 目击者表示 数十支乌克兰部队 在南部尼古拉耶夫空袭中阵亡 俄罗斯两天内 两度动用不同飞弹系统的 超高音速飞弹 轰炸乌克兰两地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俄军分别在 19号夜间与22号早晨 两度发射 匕首超高音速飞弹 先后摧毁乌克兰西部的 弹药库后 再摧毁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 一处大型军用油料库 另外俄罗斯也动用 口径巡异飞弹 从海上发射 对准乌克兰捏刃 一间修复装甲车的工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节目面对全国时表示 俄罗斯为了重振在乌克兰的 作战气势 不惜连续两天动用超高音速飞弹 但事实上这种下一代武器 并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奥斯丁也警告 如果俄军动用生化武器 美国无法接受 CN军事专家分析指出 俄军锁定尼古拉耶夫 作为超高音速飞弹的摧毁目标 目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具有战略价值 临近的南部大城也是有乌克兰粮仓重镇的奥德萨 这显示俄军的作战计划是想攻占西部边界与东部的马利波连城线 切断乌克兰海岸线 如果这些选择失败 这会认为这就是第三次战争 泽伦斯基谴责俄军围攻马利波的行动 将是一场被数个世纪铭记的恐怖 泽伦斯基表示 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谈判终结战事 但同时泽伦斯基也警告 如果和谈失败 俄乌战争恐将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记者张力报道 俄乌局势我们来看到美国是不断给武器 中国大陆是给人道的救援 您觉得谁才是想缓和局势呢 来看到的是大陆红十字会的时候 之前不是宣布吗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的物资援助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大陆对于俄乌冲突当中 平民受到伤害是极为关注的 应该对于可能会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 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中国大陆已经就缓解乌克兰人道危机局势 提出了六点倡议 并且采取了实际行动 已经向乌方提供了一批的紧急人道援助 中国大陆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 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这是中国根据情势的发展 还有实际的需要 新增对乌克兰人的人道主义援助 第一次来看到现在 尽管俄乌开战 但是美国的目光还是在中国大陆身上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南海的问题上 不断地想要围堵大陆 您觉得呢 中美谁才是所谓造成南海动荡的始作俑者呢 还是是所谓中国大陆 或者是美国呢 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赞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呢 印太的司令 也就是阿基里诺 他礼拜天的时候呢 在巡逻南海的侦察机 他有受访是说 中国大陆已经彻底呢 把南海至少三座的岛屿军事化 以及呢 反潜还有防空飞弹系统 还有镭射跟干扰设备 以及呢 战机加以武装 威胁到呢 所有在附近活动的国家 又在炒作中国威胁论了吗 这是根据呢 来看到是美联社21号的报道 阿基里诺呢 他就特别说 说中国大陆在哪里呢 在美济礁啦 还有包括了 主币礁还有永属礁 这三个礁呢 其实上面呢 都有进行所谓的 像是导弹库啦 机库啦 雷达系统 还有其他的军事设备 似乎已经建成了 那至于中国大陆 是不是要在其他地区 续建军事的设备呢 还有待来观察 此外呢 阿基里诺就开始说了 说这些岛屿的功能呢 其实怎么样 在于啊 可以让解放军呢 可以呢 超越大陆的沿岸 扩大攻击力 意思就是中国大陆 可以既有这些地方呢 去攻击其他的国家 那他还说呢 他们可以呢 从岛上的飞机啦 包括了轰炸机啦 以及操作一切攻击性的 飞弹系统 他强调 任何飞越南海争议水域的 军机或者是民航机 都能够轻而易举的 飞进这些飞弹系统的 射程内 而且呢 他就特别说 这些啊 敌对的行动 对北京来说 是不会呢 不会把南海这些 原造岛 变成军事设施的承诺 他说你 中国大陆 是背道而驰的 他说最近20年以来 已经目睹了 中国大陆自二战以来呢 最大的成长 中国大陆增进了 一切的战力 而相关军事化 正在破坏区域的稳定 那中国大陆 多年来增加了 军费支出之后 现在国防预算呢 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 还好险你没有说 是中国大陆第一 中国大陆是输给你美国的 那不过呢 他也说这个解放军 正在迅速的现代化 除了歼20的隐形战机 还有高超音速飞弹之外呢 还有两艘的航母 正在建造第三艘 但是您认为 美国这个时候 又在操作中国威胁论 有道理吗 尤其是南海这个国家 其实各个国家 都想要搁置争议 例如呢 来看到 我之前有讲过 像是新加坡的外长 最近也说 那南海啊 东盟这些国家 希望能够怎么样 要发展的是一些经济啦 不想要选边站等等的 另外呢 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他也早在7号的时候表示 大陆呢 跟东协 也就是东盟各国 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 要磋商 而且呢 已经进行非常多积极的进展 由于现在是因为 新冠疫情的关系 现在的磋商 有一点点的影响 Delay了 但是中国大陆 对达成准则的前景 还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呢 推进准则的磋商 符合大陆跟东盟各国的 共同利益 也就是确保南海 成为和平合作之海的 关键之举 大陆呢 希望南海稳定 但是来看到的是 来看到美国海军啊 就是P-8A 海神巡逻机 他最近也蛮忙的 飞到了南沙群岛 这个地方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不断的警告 他说 你非法进入了大陆领空 并且要求他立刻离开 避免发生了误判 但是这下海神呢 并没有理会中国大陆多次的警告 还继续进行所谓的侦查的任务 另外呢 他还说呢 我是享有主权豁免的 美国海军飞机 在任何沿海国家领空之外 进行合法的军事活动 那这个驾驶 并且回应说 行驶这些权力 受到国际法的保障 而领导这个P-8A机组员的 美国海军指挥官 马丁内斯 他就特别强调说 中国大陆战机曾经在南海 危险的地方 飞进美国的军机 后来呢 美方是很冷静的提醒他们 要遵守航空安全的规定 但是呢 当这架P-8A飞抵呢 距离是中国大陆 4500米的中方占领的人造岛的时候呢 机上的监视器就出现了 有很多层次的一些建筑啦 仓库啦 机库跟海港 还有跑道等设施 但是您觉得 美国跟中国大陆 谁才是想要稳定南海呢 我们也来聊天室 互动一下